这种包牌策略就是让大家觉得 民进党非常荒谬 新潮流非常离谱 大三特三嘲讽满点 公民党台北市议员徐俏欣 说的就是民进党立委赖品鱼 还有她的父亲赖敬林 赖品鱼家族呢就是在包牌 一方面反服貌 但另外一方面你们又试图想要去 赚大陆的钱赚宝宝 在脸书秀出一张张截图 徐俏欣起点赖品鱼的爸爸赖敬林 所发起的财团法人 台湾服务业发展协会 曾在2015年到中国交流 而赖品鱼却是因为反服貌的 太阳花旋运才能当上立委 赖品鱼赚政治红利赖季林 组团到中国发财 赖家包牌的行为真的太双标 同时赖英也狂咬云豹能源 进揽政府大型标案 毛利在短短几年内就成长了 919% 捐给民进党的政治现金 更是高达1468万元 而云豹小公主赖品鱼 从中也拿了75万元 眼看火越燒越旺 云豹能源创办人 也就是现任发言人张建伟 18日青上火线 在节目回应赖氏妇女 跟云豹能源之间的错综关系 某种层面上 其实赖董事长非常多相对的姻缘 其实我不能够打前锋 还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 后来我们就经过董事会的提议 就换上 在2017年就换上赖董事长 找赖金铃当董事长 就是专业考量 更强调赖品鱼的反核立场 跟云豹毫无关系 不过对张建伟的解释 网友显然不买单 有人说讲的必重就轻 更有人说她问了一大逼转移走点 小公主绿店争议 恐怕短期不会平息 云豹找赖金铃 是为了要摆平地方 吃了什么诚实豆沙包啊 环运新闻由博之张亚珠 台北报道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请锁定 环运一把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